来 这道题过后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挑战者 无空 他选择的是 30分的分值题目 会是一条什么样的题呢 请看 传说 龙生九子 各不相同 各有所好 请将上面文物中 包含的神兽形象 与它们各自的名称相连 请答题 C是那个 偷天 他这里肯定答得对 你的答案是 龙生九子 第一子就是普劳 它是趴在钟上面的 那毫无疑问 A一定是普劳 B 它的形象 其实蛮确定的 就是酸泥 那D是我们古代建筑上 特别明显的一个 房顶上的痴纹 在D选好痴纹以后 那么C毫无疑问 就是涛天 所以这道题就做到完毕 答得清晰漂亮 那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祝贺你 答对了 我感觉今天30分的题题 我们要简单一点 对对对 这样的话 悟空可以顺利地加上 30分挑战成功 说到这个痴纹 可能有很多的观众 会是第一次听到 到底什么是痴纹呢 我们在宋徽宗的 瑞鹤图上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天空中很多的仙鹤 在飞翔 但是有两只 停在了宫殿的屋脊的两旁 它们停留的位置 就叫痴纹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 古代建筑的专有名词了 我们也请老师们来说一说 其实龙生九子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我们一般呢 现在就是两类说法会比较多 你比如说还有的 大家有个球牛 球牛它是喜欢音乐的 所以在有一些这个乐器上面 一个雕刻的这个神兽 就像龙一样的 它其实它叫球牛 还有呢就是牙字 这是它的第二个孩子 叫牙字必报 因为它太好痘了 对 这个牙字呢 它是试杀 洗痘 所以一般出现在武器上面 另外还有一个叫朝风 朝风呢 其实它位置啊 跟那个吃吻呢 有点像 吃吻呢 是在主级的两端 这个朝风呢 它是好险 好旺 那是在边上 是在边上 在屋檐上面 还有一个是坝下 坝下也叫碧锡 就是一个碑 它其实像古代的这个石碑 头顶的叫腹锡 下面的叫碧锡 因为下面呢 是像个乌龟一样 但这个龟呢 跟平常的龟是不一样 它是有牙齿的 它是好负重 所以它就在碑座上面 那么腹锡呢 是在上面 那是因为它好斯文 另外呢 还有碧岸 碧岸是好诉讼 对 因为它喜欢仗义直言 所以经常在古代 这个关崖的正堂门口 两边都看得到碧岸 对 因此龙生九子 是各思气质 各有这个特点 所以这方面呢 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非常固定的 一种说法 但是大家了解了 这方面龙生九子的含义 特别是到一些旅游景点 到一些博物馆 去参观的时候 你就明白 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 它其实是不是瞎放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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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